妳現在買回家 妳女兒結婚妳都還在 存家保 這是什麼東西 超大盤 我要分享的是我從高中用到現在的雙眼鏡 也太久了吧 還好她一直有出 就為了修鼻影而帶著胎 2019最佳開架 秋季最棒眼影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Gunny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臉書 一起討論穿搭美妝生活 嗨大家好,我是Gunny 大家好,我是柯妮 我是歐美辣妹 像我們這種歐美辣妹的 OK 我們學起來了 妳還是學起來了喔 誰說便宜沒有好貨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分享 CP值超高的開架好物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些東西啊 就是之前Gunny也有介紹過 一些其他好用的 但是今天重頭戲來了 這些東西是我們化妝包裡面 常態進駐的 只要沒有它 我們就會覺得 乖乖的 不安 然後或者是它快用完 買 買 不是 有退架的時候 直接停三、四支 因為我很愛藏鮮 就是有新出的 欸我就想試 有新出的我就想試 可是 今天的這些事 它已經跟了我好長一段時間 首先呢 我們先從底妝順序好了 這樣比較好區分 就讓大家就可以順著看下去 順著看下去 首先是 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遮瑕 這個是我真的 這是我們兩個都愛用的啊 肉依我閨蜜推薦給我的 她說 她的眼下很遠去 因為她眼下比較乾 我怕我一直講一樣的 大家會不會覺得 喔 上次不是講過了嗎 啊不是 因為今天是重整 請看 請看 請讓完整版 那因為這個是 我真的自己有掏錢買 我真的覺得它的 不管它的質地 它的遮蓋力 更好用 非常好 然後遮蓋力啊 滋潤塗什麼都好 而且我要講一句實話 在出這支之前 它其實有另外一支 方管的 我從那支方管 方管的我也有 用到這一支 都覺得很棒 兩支都是非常好用耶 對 然後這個它的價格 也就是超可愛啊 然後它用量那麼多 我真的覺得很難用完 我看很多女生 會把它當粉底用耶 妳知道嗎 我也會 欸 其實我也會 我就會大範圍的插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這幾塊都把它推開之後 就很漂亮 然後它不會浮粉 我自己因為我是男生 所以底妝類產品的話 我 我這次推薦比較 適合男生一點的 好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牌子耶 對 它其實是一個台灣 就是台灣MIT品牌 然後它是粉條喔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欸 粉條的話不是很厚嗎 對啊 很乾 No 也不乾 為什麼 它調了一個 非常適中的質地 就是又不乾又不油 然後推開之後 在男生的皮膚是會融進去的 摸一下 喔 那女生不行用喔 女生也可以啊 其實很多 我覺得其實啦 我這個膚色 以我的膚色來說 很多女生跟我膚色差不多 欸 它有一點濕潤度 對 它是一個 不被撲抗的質地啦 就是也不乾 然後也不油 也不濕 那就是很像你皮膚乾油的感覺 因為它是粉條的關係 所以它的咬妝 持妝度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需要打亮的部分 嗯 那每次看人家推薦都說 專櫃打亮很好用 然後專櫃、專櫃 什麼都會專櫃 到底有沒有開架 評價好用的打亮呢 當然有啊 我找到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 而且我也有買 我自己是 非常喜歡他們家 因為它有三個顏色 對 可是其中我很不喜歡 也不是很不喜歡 就是我覺得 對你來說無印的對不對 對我來說01有點無用 01是蜜桃膚吧 嗯 蜜桃膚 我自己太黑 因為我最近都用在我自己身上 對 可是我真的好喜歡粉紅色這隻喔 嗯 你自己也是買粉紅色 我是買粉紅色 因為它粉紅色它帶一點點亮粉 然後 提在這個眼下這裡的時候啊 可以把黑眼圈去掉之外 又可以提亮你的膚色 偏咖啡色、偏棕色的黑眼圈 你可以調一點點進去在粉底液裡面 調進粉底的時候 不會讓你的粉底整個稀釋掉 那很多提亮液是真的太水了 或是太稠了 你調進粉底之後 它的那個整個持妝度會 這個降低耶 對沒有錯 對耶你講對了 我只是覺得它那個粉紅色的 一點點的閃度很漂亮 非常漂亮 因為如果太亮 或是那個閃度太高的話 我這裡會毛孔會爆炸耶 而且有時候是一抹下去 整個像鑫河這樣 我感覺都沒亮子 鑫河沒亮子 可是上臉的時候就 很香 然後這是這三個顏色的感覺 那其中只有粉紅色 它是有亮粉在裡面 其實它兩個顏色的話 就是很樸實的質地 就是一般的那種提亮液的感覺 沒有閃度 那我覺得為什麼我會不喜歡這個淋衣 是因為它就只是好像一個 比較白的粉底而已 請問你會買過白粉底嗎 應該不會吧 因為又不適合你的膚色 我覺得黃色跟粉色呢 我們都可以用 因為這兩個效果非常明顯 這個就是提亮 然後黃色就是矯正顏色 我最喜歡粉紅色 因為這個你才知道你在幹嘛 然後黃色是 你真的想要矯正膚色的時候使用 打亮之後啊 我們就要來修容 因為臉有高光處才會有陰暗處 所以兩個事情都要做非常的 滿嗎 做到 做到就好了不用滿 因為做滿會變歐美妝 也是可以也是好看 這個修容我跟你說 你現在買回家 你女兒結婚你都還在 傳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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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到這盤我嚇到 我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超大盤 我以為你打開是很多顆很多顆耶 結果居然是一顆 就一顆 這個真的可以用很久耶 很大耶 而且它有三四個顏色 嗯 然後我買了這顆是我覺得 比較白的女生跟 其實君女這種膚色都可以用 它比較有一點像蜜桃色的 對啊 它是蜜桃色的 但會髒 蜜桃色 因為它帶卡其又帶蜜桃 會不會容易髒髒的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用下去之後如果你卡其的話 其實要看你膚色啦 因為我其實是三顆都有買 我是看不同女生膚色然後做 就是挑選 因為畢竟你工作要用 不同的挑選 好大顆喔 我幫你打開 超大顆 超大 這不知道要用到什麼時候 我跟你說真的 真的耶 然後它的修容裡面 其實它有帶一點點的散粉 一點點 是不是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在意這件事情 我就想說 欸 你都是修容了 你那邊都要降下來 你放什麼散粉 放個屁啊 然後結果 我放 就是我真的實際塗出來之後 我發現它其實 那個散粉其實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然後這顆大家猜多少 來來 多少 399 太貴了啊 也不用那個價錢啊 多少啊 3張100塊有找 喔 300塊有找的概念嗎 真的 可是網路上的價錢就差很多 有些人說什麼代購了 也有到500塊 因為要代購費啊 所以這是我的修容神物 你自己有修容神物嗎 我有修容神物啊 接下來換我的修容 修容的話呢 我會推的是 這一盤 這個也是彩妝師Alice出的 這個 也是他們家出的 這一盤我覺得是 懶人跟新手都要入手的 因為它一盤搞定 我先講它的價格 它這一盤啊 聽起來有點貴 880 它差一點就不能出現在今天這一集了 你幹嘛 你是不是要拿這個出來的餅 我想說880喔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這300 不是一下 它雖然880 可是 以它的 我先打開給你們看 它打開 它是萬用盤 它是 裡面什麼都有 有眼影啊 修鼻影啊 然後高光啊 腮紅 所以它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 然後每一個都很大顆 沒錯 所以你分散那個880 你880除以6 好啦 你這比較划算 真的是蠻划算的 是不是蠻划算的 我也只有一個顏色 你有6個 然後它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安全色 我先講第一顆 然後第一顆 我都是拿來修下額的線條 下巴這個 然後再來第二顆 喔喔喔喔喔 欸 我有的時候 就為了修鼻影而戴著它欸 其實在Corey的手上 這一個就是第一顆 這裡 是 眼影色 然後第二個很淡 現在因為鏡頭上面看起來 它非常的淡 就好好適合拿來打鼻影喔 鼻影 就是要有點 如果有四五的卡其色 我覺得最適合鼻影 因為大家很容易下手太重 而且它可以完全藏在你的臉裡面 藏在裡面 然後這個咧 就是眼影色 它是帶有一點紅色調的棕色 然後這個用鼻影 或是你要來修容 也其實可以啊 其實可以 然後這個是它上面的三色 我原本看到這三色的時候 好像這三色就有點普通 就是怎麼有 又沒有顏色 到底好不好 我跟你說這種修容最好 修容好好用喔 那這一盤它主要是想要做成那種 立體小的眼盤 修飾盤 所以它就算是連這個腮紅色 它都有一點修容的效果 因為它是帶有一點珊瑚粉菊 很漂亮 你很適合修在顴骨這裡 就是你想要你的顴骨小一點的話 這個顏色其實超級適合的 好用心喔 應該就是說它不會讓臉變大 對 它是一個算是 比較中間色調的腮紅 不像有些腮紅打下去之後 你整個臉會太膨太圓 這個腮紅打下去之後 就是好氣色而已 好氣色然後不會太過可愛 因為其實你肉眼看這粉菌 你會想說很可愛 可是它上在那個 全骨的效果我覺得超好 來嗎 我現在臉上就是這個色 一點點 我只上一點點而已 是不是很好看 有啊 是不是很好看 這個 這個我真的 而且黃皮膚可以 然後再來另外兩顆的話 它是膏光 所以它是顆粒比較粗的 這個剛剛我真的很愛用 雖然它顆粒比較粗 可是它一下就有效果 我喜歡它粗顆粒 是因為我都打在鼻頭 而且一下就有效果 你看 超亮 它如果沒有顆粒感 它閃不出來 可是這種就要小心 你不要 如果你毛孔很粗大的人 你就不適合大範圍的使用 然後最後一顆 這一顆 我把它叫做草莓牛奶 我真心覺得它很像草莓牛奶 因為它上面 就是它底是粉紅色 然後它上面有一顆一顆的紅色顆粒 這裡就是這顆 我今天用這顆 有沒有亮亮的 整顆水潤水潤的 我也是只能用一點點 不然它你那個毛孔會爆炸 一些些就好 我覺得這一盤 對我來說唯一的缺點應該是非粉吧 我覺得這盤唯一 一定要找它麻煩的話 就雞蛋你挑口的話 應該是說它的粉質 比較咬的沒有這麼緊 對 很容易很鬆 所以才弄得那麼髒啊 對 但是這盤我已經是 我出國一定要帶 我自己本身也還要 因為我很愛修鼻影 而且我本來的鼻影是什麼 我本來的鼻影是什麼 我本來的鼻影第一首選是這個 Intergrade的 米粉的這一色 現在是 現在已經進階了 這一色 因為我本來是用這色 我想說它若有四五 非常適合 但我後來發現它更有效果 所以我現在都用這個 因為這個還偏黃 對 這還比較偏黃一點 這個還更像皮膚該有的顏色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 這盤我出國一定要 我先講我的眉筆 我的這個眉筆呢 我真的很喜歡它 它是MAYB-0 MAYB-0 因為已經沒有用到那個字都掉 你用到那個烤上去的字都不見了 對 重點是我用到字都掉了 它還沒用完 我每天用耶 幾乎每天用它居然還那麼長 真的耶 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是它的比較算舊版嗎 嗯 它是舊的版本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個 因為它上面它是做方頭的 旋轉不用削 沒錯 不用削之外呢 它後面還附這個眉刷 好喜歡 算它的眉刷有點粗 欸 那跟我們介紹那個 新版有什麼 之前那個嗎 對對對 不一樣耶 它這個蠟比較軟一點 可是它蠟雖然軟 可是又不會丟丟 不會卡住這樣 所以那個已經很好用了 這個還比那個更喜歡 而且這個有刷頭 那個又沒刷頭 對耶 那個沒刷頭 對啊 有刷頭真的是也放給很多耶 所以有刷頭真的是也放給很多耶 對 我覺得有點欸 小加分 我用的顏色是自然中 用到我想說喔 沒了就一定要再買的 我跟你說 嗯 我的也不會輸 沒有 等一下 我輸 因為我後面有這個 很愛的是這一支 哪一家的 它是Intergrade的 然後它是那個最淺最淺的顏色 它其實那種卡其色 這個是好用耶 我用過 它就是一種卡其色的感覺 其實跟你的顏色蠻像的 蠻像的 然後只是 我的比較咖啡啦 我們比一下 我的比較咖啡啊 好啦 我覺得我的比較在淺一點 就是我的是拿來打底用 就不管我畫什麼眉毛之前 我一定會先用它打底 所以這一支啊 我在化妝包裡面放了六支 就是我希望 手一下去 一拿到就是它 而且我跟你說 請看 怎麼樣 喔 你後面要 輸了吧 也沒有什麼 這一支打折之後只要一百七十塊 哇 可是它很快就用完了對不對 對 因為它會一點點 不太用圓頭 是我想說圓頭甜色比較慢 對 沒有辦法畫出 比較明顯的線條 銳利感會不見 對對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老手就 技術派啦 技術派 我跟你說萬年不敗 這個眉粉我超級超級喜歡 它也好多顆 而且你每次化妝都會拿出來用 對我看到 KATE啦 KATE的眉粉 你可不可以只拿一盤就好了 最近出了兩個顏色 是因為之前啊 你去KATE的櫃上 你就算買最深的呢 它還是 深咖啡 就是它沒有適合男生的顏色 所以我很常使用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嗯 好紅喔 好像咖啡色喔 可是這個顏色 是我喜歡的顏色耶 就這兩個是一直都買得到的 它最近出了這一顆 帶灰的嗎 帶灰跟綠的 哇好少見喔 非常少見 而且它是數量限定喔 所以我當時一看到 我就覺得說 我那麼愛用KATE 又出了我黑髮剛用的顏色 對 那我是一定要買嗎 對 你現在有用嗎 我今天就是用它啊 那女生可以用嗎 我覺得女生先不要好了 先不要 因為它比較深 太銳利 除非你是很想要畫黑美的女生 當然可以 但是我跟你說 也有出了一個 非常適合你現在染髮的顏色 好我看看 都會使用的神秘 幹嘛 噔噔 哇好可愛喔 它是偏紅的 因為你染的頭髮是 因為我就是偏紅喔 你看在螢幕上 喔 好搭喔 對不對 比起這個 我們平常愛用的那個 還大一點 你說這是新色是不是 這是新色 六號色 數量限定喔 真的喔 搶起來 那不是那 它除了顏色好之外還有什麼 對啊 只講顏色好 你沒講顏色 我也很多顏色啊 我跟你講啦 美粉就是一定要一件事情 妳那integra有沒有拿出來 我integra不知道買了第幾盤咧 第三盤了吧 你看 怎麼樣啊 為什麼美粉要亮粉啊 我搞不懂耶 就是 啊可是有亮亮蠻可愛的 沒有 跟說美粉就是要不卑不亢 做好自行 就是 全部都是霧面 然後它每次都會附三顆嘛 就是 淺 中 深 嗯 其實我們平常都用這兩個顏色就可以了 我要發問 因為很多人在乎的是 美粉它可不可以定住它的美妝 可以啊 夏天爆汗啊就沒了這樣子 喔 該怎麼定的小技巧是不是 對 那這個沒有應該說這個 夠持久嗎 大家想知道的這個 這個夠持久 然後我再教你們一個方法是 只要這樣用你的美粉就會定的很死 好 是什麼 妳先畫好眉毛之後呢 一定要用眉筆 有辣的那一種 就是眉筆嗎 眉筆 妳說應該是眉筆 換完之後呢 妳再去蓋眉粉 這樣它就咬住了 啊本來就是這個步驟啊 對啊大家應該 喔 妳的意思是說有些人只用眉粉 不用眉筆 而且應該是要眉筆配眉粉 這樣的意思嘛 然後也不要用那種 只有把框框畫完 前中間那個方法 那方法妳等一下 就只剩一個框 中間全掉光 妳只要把它塗滿就對了 把它塗滿 眉毛畫完呢進行眼妝對不對 眼妝的話 因為我自己本身需要貼霜皮貼 我這邊是內霜 我現在有貼 這邊是外霜 所以我這裡是一定要貼 而且我有時候不貼啊 因為它就變成內的 內霜嘛 往內奧 會流眼淚耶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會覺得好像流眼淚怪怪的 刺到了 有一點那種感覺 就是 反正我 就算有時候在家裡 我沒有要出門我還是會貼 那妳要不要去醫美一下 我是有想過要 對啦 去縫或割 但是又覺得說 欸 如果你縫的話 妳會想要兩邊再縫大一點 還是說妳只要縫跟妳一樣 我想要一樣 我想要像我現在這樣 哇 真是個不貪心的人耶 對啊 我想要這樣就好了 這樣很好 就好了吧 因為我怕醫生就是 還是貪心了一下 幫我割高一點 歐式大雙 好煞雙 所以我回來看均勻的時候 已經變成這樣了 太過了耶 哈哈 所以我要分享的是我從高中 用到現在的雙眼片 也太久了吧 耶 還好他一直有出 我看我看 他是康氏眉的 康氏眉的 康氏眉的 康氏眉自己出的 怎麼樣厲害 怎麼樣厲害 好 我先這樣近看給大家看 他的包裝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每次賣好像都是 三包99嘛 我忘了耶 還是一包99 所以他很常有一些特惠 所以我三包一起買可能 就是很便宜這樣子 超便宜 我在附上價格 超便宜 因為太便宜了 這個叫做零銅板價吧 彩妝銅板價 然後他裡面 就是他一包裡面有 有三西負 對 所以這是很划算 長這個樣子 他是隱形式 然後這個是S號 其實S號就真的很夠 正常人的眼睛 夠了啦 但如果是大一點你可以拿M號 然後這個他是完全透明 然後是單面的雙眼皮貼 那有些人喜歡雙面黏的 你幫我見證 你幫我見證他沒有反光啊 沒有反光 真的不反光耶 而且他好細喔 他是霧面的 他很細一條 我喜歡他沒有存在感的感覺 然後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我是貼之前畫眼影嗎 還是貼後 我都會先貼 我被燒到了 是不是 齁這個我真的愛用很久的高中 到現在是我朋友推薦我的 重點超便宜 重點是超便宜 然後有些人貼雙眼皮會過敏 可是我貼完全這個 我完全沒有那個狀況 我朋友貼也沒事 所以我想說 這應該就是一個溫和 然後黏又不會太黏 適合大家的 然後好上手的 重點是他單面黏而已 很多都是雙面黏 我真的不喜歡雙面黏 雙面黏 雙面黏沒辦法畫眼影 對啊 所以雙面黏就是看你的需求啊 如果你只是想要貼雙眼皮出去的話 當然可以用雙面黏 對對對 那這樣就雙面 但是如果你要化妝的話 真的不可能用雙面 而且我告訴大家 雙眼皮呢就是你要去試 你要試各種眼型各種樣子 因為你沒有辦法說適合你的就適合我 沒錯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我黏的樣子 我都黏的 盡量跟我另外一邊一模一樣 其實我還是喜歡嘗試各種雙面黏 我每次出國看到一些新鮮的我就會買 就會想說可不可以真的越來越隱藏 可不可以越來越隱藏 對 越來越隱形 就習慣了 就是大家要知道雙面黏不可能完全消失 它就是存在在你的眼睛上 它就是一張貼紙 它頂多就是微透明 這樣子 分享給大家 再來呢就要畫眼妝了對嗎 你有眼影嗎 你沒有 好 其實這一顆眼影我非常的掙扎 我到底要推薦什麼 但是因為這個是 我直接把它封為 2019 你這什麼臉啊 2019最佳開架 2019都快過完了 也沒剩多久 不是啊 2019秋啊 2019秋季 2019最棒眼影 秋季最棒眼影 因為我可能下季還有別的心 我要看快點快點 這個我真的是我拿到我嚇到了 好美喔 光它的外殼就是現在大家喜歡的那種 韓風嗎 韓風乾燥玫瑰 而且它是做那種霧面材質 所以我是真的先被它的包裝吸引到 簡單好看 然後打開是莓果色的 拼髮 然後都是霧面 然後它裡面是霧面配珠光 我記得妳很愛 最喜歡霧面配珠光 因為我這樣才有那種 眼睛才可以有點閃閃的感覺 你要你的眼影啊 閃光跟亮片好看的話 你一定要有霧霧亮的這個概念 霧霧亮 對 你如果全部亮的話 就會整個亮一坨 雖然也是很漂亮 但是你會不知道你那個亮的那個 重點在哪裡 但是如果你都是霧面霧面 然後搭一個亮的感覺的話 你就會覺得哇 你的眼睛好閃耀喔 對你的眼睛 哇你的眼睛好美 對不對對不對 沒錯 齁 那種你看 你看這個顏色 欸它那閃的那顆還真是不客氣耶 沒得可惜要給你閃到爆 就是你看第一顆 是不是看起來很那個 米白粉白的感覺 對 但是它擦起來是 可愛粉紅耶 真的耶 為什麼 好可愛 對 好奇怪喔 就它肉眼看跟它實際差不一樣 就只有哪一顆而已 嗯 它用起來很像草莓牛奶 對 很可愛 然後第二個是 比較乾燥玫瑰 這一個 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紅棕色 再來是亮片色 以及最後的腮紅色 腮紅色 腮紅色 嗯 可是我先講我最不喜歡這腮紅色 因為它腮紅色是那種有光澤感奶油質地的 所以你用你腮紅你就會想到腮紅那我很大片 然後很大片這邊就變那個超顯毛孔的 顯毛孔的亮片那種感覺 對 因為它是奶油濕濕的配珠光 所以超顯毛孔 然後這個就只適合皮膚超好的人當大片腮紅 或是我就當點綴 小範圍點綴是OK的 所以這個腮紅色 我只講它的眼影色 因為它顏色我就太喜歡 腮紅色還好 我今天就是用這個 它不是那種就是好像看起來很閃 塗上去沒東西 它一塗上去更閃的那種 而且重點是它的粉質很牢 很牢 因為是那種濕濕糯糯的那種質地 就是會整個抓住皮膚 欸這塊是不是跟你聯名的啊 不是餒 是不是有拘你啊 沒有欸沒有找我 完全是你的顏色欸 好喜歡這色喔 好喜歡喔 我也要 然後又顯色 超愛 它很像韓國的3C其實 嗯 可是重點是喔 它比3C還有好用 一定比它便宜 比3C便宜很多 便宜 這盤才360幾塊而已 好便宜喔 對 幹嘛3C啊 3C花超多錢 妳有它們別的色嗎 有 等一下 喔有 我有另外一色 但是因為我最愛的是那個莓果色 所以我就沒有推這個 這個是那個晚霞的舞后 Oh my god 有點老氣欸 我幫她取名 晚霞 霸氣總裁 我怎麼講出這麼老的詞啊 撩人的小傢伙 撩人小甜心 哈哈哈 再來就要畫眼線 來眼線 這支你一定有 因為是你推我的啊 看膩了啦 這是我一堆 然後你也一堆 對啊 我好喜歡這個喔 超愛的 而且妳近期就只用它 對我近期就是 我愛它 這一個是CAT的眼線膠筆 好 它非常的細 我愛它的原因就是它很細 超級霹靂細 而且妳的眼睛是那種 很多眼線膠筆 會有很多眼線很容易暈的人 沒錯 妳只有用這支的時候 不太 幾乎不暈 它要嘛就是全掉 就是 就是如果我出去一整天 然後我還 可能 磨到眼睛 要下雨啊 它頂多就是 欸 消失 它不會髒 它不會糊 它不會糊 它會直接消失 所以我覺得它很棒 很常時候我們不都教大家 把那個眼線筆 或眼線膠筆擦 它的那個 極致濃黑的感覺 非常顯色 它是咖啡色 它延展性很好 然後如果妳想要用那個筆刷 要拖出那個眼尾的時候 它很好拖 也好拖 就是妳拿那個眼影刷 要刷眼尾的時候 是很好拖出來 但是妳要直接畫 也是OK 也是好看的 不會習慣 因為它夠細 夠細 然後那個蠟是軟硬適中 所以 顯色度非常好 對 妳輕輕 妳就是很輕很輕的畫 哇 超級顯眼 這支只要妳去逛區的時候 康世美 它有特價的話 就要把它買下來 對 我還有在日本看過 如果價格有沒有比較便宜 先囤咧 好像差沒多少 應該沒有差多少吧 十一二十塊而已 就差一點點 然後可是 那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一支大概三百多台幣 可是呢 它很快就用完了 它的量就是真的 它的量真的會讓妳 來不及反應 用完了 這樣 欸 怎麼沒了 再也轉不出來了 因為平常講出來要轉好幾次 個人的小重點就是 好 它是睫毛控 我睫毛控 妳睫毛才用得漂亮 不管妳眼影啊 或眼線畫的有一點點 那麼些微的不好都沒有關係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睫毛膏 妳一定知道的是戀愛魔鏡 對啊 但是我最近又想要推大家一支 戀愛魔鏡我已經是萬年推了啦 就是我已經推到 我不想再講出那幾個字了 就是 講不出來 妳覺得已經講到膩了 可是妳又很愛這樣 這個牌子呢 是妳每次去日本都一定會看到 它的架上千金的那一種 沒錯 而且我個人就是 只愛用這種梳子刷頭 喔 妳說不要一根一根毛的 對 妳要梳子狀的 我喜歡梳子的刷頭 因為大家可以把妳睫毛 一根一根刷開 然後把它鮮長 然後我一用之後就 喔 一視乘主顧 可是它有一個問題喔 它塗上睫毛的時候 會下垂 會彎掉 所以它塗上睫毛的時候 然後感覺沒這麼好 對 但是它拿來塗下睫毛的時候 感覺非常深 因為下睫毛再下垂 就會整個超綻放 喔 對齁 因為下睫毛就是需要下垂啊 沒錯 所以這次就是我覺得 下垂款睫毛膏 下垂款睫毛膏 如果你拿來塗上面 妳跟我說不好用的話 我該 因為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它是下睫毛膏 就已經跟妳講下睫毛下垂款了 真的 可是 最後咧是唇彩 最後一個步驟 我是唇彩啦 妳是唇彩控 因為我個人都是裸色控 所以就是 喔對 妳沒有推薦唇彩 好 好 唇彩這個呢 是我真的超推 我不能沒有它 我看超多人愛用 我一看包裝就知道是誰 我一定會帶出 我沒帶它 就算我不用 我也要帶著它 我怕我會想用 它是護身符 它是護身符 這沒有在我包包裡 我真的慌 這個顏色是二號色 然後它是橘色調 給你們看我現在唇上這個 是我包擦一層的樣子 它這個橘呢 好顯白喔 有點紅 有點橘 又不會太橘 這在中間 很好看 很顯白 重點是它不是螢光橘 對吧 它上在嘴巴之後 是沉澱下來的橘色 沒有錯 雖然亮度很高 可是它不會讓你變成螢光嘴皮子 沒有 而且我覺得 你要介紹一下它的頭 它的頭 它是氣墊頭 有點髒 不好意思 我真的用了很久了 好它是氣墊頭 你要在後面按 它才會噴出來 這個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然後我真的直至到現在都愛用 可是你們看這個有多髒 為什麼呢 因為老實說你按一按真的很容易 一定會爆炸肢 因為我很急 外面很急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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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還行啊 我覺得你算是乾淨的女生 我算乾淨嗎 真的喔 好然後 這個是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 而且我覺得那個毛好像會養細菌 對 只要是這種毛 不管是這個 我剛才分享這種 綿綿刷頭的 產品 對任何有明明的刷頭的產品 我用完我都一定是要衛生紙擦一下的 不然我都會覺得很可怕 畢竟我可能剛吃完烤肉 我就要來補充 然後上面這樣不都是烤肉了嗎 或者上面變質 然後開始有些細菌之後 你會把它擦到嘴巴上 對 所以這樣不好 我一定就是會這樣衛生紙擦一下 鮮性很好 然後呈現那種絲絨的霧感 重點是呢 它雖然霧 可是你擦上之後 它不會隨著時間流失水分 就有些唇是 你擦了之後 好 越來越乾 喔 越來越乾 會縮起來喔 會縮 變梅子 最後面的嘴巴小小的這樣 對 變梅子 就乾掉 然後那個唇紋超級明顯 這個真的不會 我推這個 這麼推喔 我推 而且我只推 我心中第一名顏色就是二號色 試過了嗎 哇 我還沒試喔 你幫我試 試喔 好啊 來吧 喔 就是它擦上去 它是這樣很濕潤飽和感覺的 我這樣推開來給你們看 這樣 很濕潤飽和感覺的 紅橘 紅橘對不對 有點鐵鏽感 以上呢 就是我們自己非常喜歡CP值很高的評價好物 超愛 分享給大家 然後如果你們自己手邊有那種超愛的評價好物 或是你也有買哪一項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因為搞不好 我們覺得好用的 你們覺得不好用 搞不好啊 所以我們也想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搞不好你也買了這盤 但你不喜歡 然後氣得要死 Sorry 有可能 然後大家都可以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啦 除了這一日之外呢 我們還會有另外一集 是在講專櫃爛貨 太多爛貨了啦 好 我們過幾天見 掰掰 掰掰 今天我替段 би我們都能搬予 坐在監裏 下方我們還會有購物 提供